有样式社会消息 台南有一名男子 因为不满女友经常和别人用LINE来传讯息搞暧昧 就把对方约到了合体来谈判 找来两名友人拿的棍棒 不断地殴打被害人 甚至用刀砍断了对方的右小腿 手段相当凶残 带着安全帽的线性嫌犯 被警方带回案发现场 寻找方案工具 因为不满蔡姓男子和女友搞暧昧 嫌犯竟然伙同两名友人 将对方虐杀致死 又返回被害人骑乘机车的地方 将机车骑到大水锅来丢去 并沿途丢去作案用的凶刀 谢姓嫌犯和女友交往多年 不过日前却发现 女朋友最近经常用手机传LINE给蔡姓男子 两个人互动暧昧 七号晚间他气得偷拿女友的手机 传讯息质问对方 两个人还互呛自己才是正牌男友 最后相约到一处合体谈判 这个谢姓主权在误打跟砍杀被害人的时候 被害人成苦苦的哀求 但是谢姓主权等三人 都不放过他 谢姓凶贤 伙同两名友人 轮流持球棒 殴打蔡姓男子 不然造成头部大量出血 还拿西瓜刀 砍断对方小腿 行径相当凶狠 警方表示 嫌犯的女友 其实早就想和嫌犯分手 该和蔡姓男子交往 没想到一再拖延 最后却酿成悲剧 记得王少云李思贤 台南报道